逻辑是这样,我们逐步也是F8,慢慢重点跟各位讲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先踹一下 第一个我先把旧的字架清除 那旧的字架清除,我刚刚讲方法一 之前跟各位讲过,如果你要清除的话非常简单 就是把这个里面等于什么,空字串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给空字串,它会怎么做呢? 我先在这边设一个钟内,执行完 有没有看到,它怎么样呢?把里面全部都清空了 可是问题来了,清得不干净吧? 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后面应该有格式要跟着一起清除 所以如果说你格式要跟着一起清除的话 记得我再把它倒车回去 它应该是要什么?全部清干 全部清干净在VBA的表示的话是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名称叫做CLEAR CLEAR CLEAR意思是说 我储存个里面点CLEAR,这个是一个方法吗? 这个方法意思就是我要去把里面的东西清空 其实在 在那个什么,在VBA里面不外污就是 两个,一个是属性,一个是方法 这个方法是做清除全部的动作 其实你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CLEAR 这里面的话,CL,它有CLEAR CLEAR FORMAT是把格式清清除掉 还有CLEAR CONTENTS是清除内容 那CLEAR是清除全部 其实各位可以对应到哪里呢? 其实可以对应到 在那个常用里面会有一个叫做清除 对不对? 这边不是有清除全部 清除全部指的就是CLEAR了 那清除格式就是清除CLEAR FORMATS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叫做方法? 上面的东西就是方法 只是一个在按按钮 一个是可以在VBA里面被执行 只是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只是拿这个来去做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部分 如果要让它清除的话 记得把等于空字串,点CLEAR 再把它执行一下 全部清掉了 OK 那上面的这个方法,它是跑一个回圈 不过上面的方法 是逐一个一个的储存格去清除 这个效率 比较慢 比较慢 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一个清一个清 那有没有更快一点的方法 其实这边有方法二 你可以怎么样?给一个范围 后面加一个点CLEAR 这个速度的话 会比刚刚快非常多 尤其是你大量的范围的话 这个是一个RANGE RANGE指的是一个范围 后面一样加一个点CLEAR 也是可以删除 所以两种方法都一样 我只是写在这里让各位参考 好 那这是第1个 第1步就是要把资料先清空 第2步怎么样?跳出Input Bus 请输入 2016的1月1号 假设我今天要产生一个年曆 给它一个 日期按确定之后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做什么事呢 就是 这是先输入第1天 第1天有没有输入了?有 我Input Bus 这边会给值 这值的话先放在哪里? 放在A2 那A2的表示方法就是 RANGE A2 所以这A2有了 这两个产生什么? 每个月的 2月到12月的第1天 那2月到12月的第1天怎么表示呢? 4i 等于 2 到12 这写法应该一致 那后面的话呢 我只是多用了一个函数 叫做Date 这个Date 也是一个新的函数 如果你不太了解这个Date怎么使用的话 我讲过了 按F8 F1 F1之后的话 这边也会跳出Date相关的说明 这个把它执行起来 或者参阅相关的 如果这个相关 日期方面的函数也会跳出来 那Date怎么做 相关 我是从这边参考 那因为我要增加的是月 所以他必须第1个参数 是要给M 也就是新增 然后面的话 给的几月 给几月 那我从2开始 给一个月 多一个月 再来的话 把A2里面的值 用C Day 那什么叫C Day 因为呢 后面的这个 给我的一定是一个字串 那我要把字串 变成一个 日期的话 你可以用C Day 那其实按F1里面有相关的参考 转换 什么呢 这个形态转换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给的是文字 那但是我今天我需要一个是日期的话 你可以用个什么 C Day 这边有个叫C Day 其他相关的常用的像什么 转换把 字串再转换为文字 转换的数字的话 有个C INT 这相关的 我想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把它转换之后 他就帮我增加了一天 那再来的话 放在哪里呢 放在他应该放的储存格里面 所以呢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 2月 3月4月5月 一之类推 这样的话呢 12个月就通通产生了 再来的话要产生什么 底下日期 那底下日期要怎么产生呢 基本上我上面有 我就 从上面再往下增加 所以呢我这边是 4J 4J代4I 我刚讲过 因为我要先增加 一个月 再下一个月 那一个月的话呢 是先来 再下一来 不能 不能先列 列的话这样子顺序不对 所以我4J 等于什么呢 1 到12 也就是说呢 也是1到12月 然后I的话呢 是从第几列 因为我二列已经有了 有头了嘛 对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要4I等于3到32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事呢 要去 第一个 把抓到日期 上面的日期 加一天 再丢给D 这个是一个暂存 暂存的一个变数 然后再来的话呢 比对一下 如果两个 曼时相等的话 再输出 如果没有相等的话呢 就跳离这个4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如果你是二月份 对不对 二月他可能会 会跑到什么呢 有三月 如果不是同一个月的 记录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 跳离开来 一月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跑跑跑 他就把资料放进去了 一月份的部分就OK了 再来的话呢 我二月 所以他会跳到二月嘛 对 往下跑 跑跑跑跑 那二月的话会怎么样呢 到28 OK 26 27 然后再来28 输出 对不对 再来是什么呢 有29吗 看一下 现在这个第一的话是29 有29 所以 29应该是润年 OK那29输出 那再下一个呢 是3月1号了 那3月1号跟 跟29 有没有同个月 29 跟30 曼时抓过来 一笔这个是2 这是3 有同个月吗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没有 Ls Ls要做什么呢 就是 离开了 不要再继续跑了 后面的那个 就 不继续 那不继续在 VBA里面的一个叙述叫 Is this for 就跳离了 OK 跳离开 就不要再跑 那再来就跑3月了 所以一样的方式 3月一直往下跑 3月就有了 3月 一直跑跑跑 OK那就跑到 12个月全部跑完 所以我把它执行完 执行完之后呢 我的日期全部填完了 再来做什么 设定格式 格式里面有包含就是说 我要把它格式化成 民国年 年月日 然后这个格式的话 我是套用什么 这个上面的字 设定里面 这个我想 各位 按右键 可以去看到 格式 把它放在哪里呢 Lumber for me OK 给它格式 然后再来设定什么呢 颜色 底色 礼拜六 礼拜天 所以全部跑完的话 可以可以看到 后面的话自动 帮我格式化 就完成了 这个年历的 程式 OK 因为这个流程比较 比较琐碎 所以请各位 这个地方可以参考 我云端上面有放的那个程式 那可以这样 自己当然第1阶段可以这样 先选择 可以先把它贴上去 加个按钮 然后呢 再跑跑看里面的相关的程式 OK 大概的叙述是这样 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想再回头再看这个部分的细节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那程式码部分 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我们那个 公式与程式码里面 我有贴一个叫 年历的 那你可以把这个年历 从Public Sub 一直复制到那个 End Sub 头跟尾贴上 那你可以产生一个按钮 试试看 这样的话 他就会自己run 这个程式